我怎么会丢下你不管呢 这药不过是熬给他们看的罢了 老夫人 什么事啊 宋长归来了 说是请来了一位孙太医 前来瞧瞧少爷 果真是他呀 珍珍 祖母 珍珍 这位是孙太医 这次很巧探亲来咱们泽州 送掌柜得知后求上门去 请太医过来 如此就有劳了 孙太医 请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孙太医 承许的病情如何呀 夫人 咱们门外说话吧 别打扰了小少爷的情景 好吧 少爷的脉象已极为虚弱啊 那里已经尽数溃烂 就是神医在世 也回天乏术啊 孙太医 请您舅舅成语 夫人 母亲 夫人 请节哀 节什么哀啊 你断得到底准不准啊 那前几日冲喜的时候 我见少爷还有些精神 这才短短数日 怎么会静然至此呢 须是回光返照 或是吃了什么增补气力的药 勉强地提着一口气罢了 这往日不都是在冬处熬药的吗 怎么今日给挪到屋里来了 药气熏一熏 对你的身体也有好处啊 好 盖上吧 今日有太医院的人过来给你看病啊 你不给我看了 我怎么会丢下你不管呢 这药不过是熬给他们看的罢了 熬给他们看的 如今药育之后 正是你身体最虚弱的时候 我想他们应该看不出什么端倪 什么意思啊 很快就会知道了 说明买的帮助 什么意思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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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